我們現在就來解讀這個坑 那麼我認為這個坑對習近平當然其實是挖一個坑 其實你如果從幾個角度來解讀 首先出現一個女局長 那麼我們知道政治局裡面沒有一個女性 可是在這個整個節目裡面最高的領導是一位女性 那麼你可以看到這個春晚裡面 其實女性的權力其實是非常上升的 所以有一種陰盛陽衰的感覺 那麼我覺得對當下人們覺得就是你最高的上層 女性都沒有 但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這個女性反而比較張揚 那麼另外的話你看到裡面對話 那麼你如果看的就是當一個主任 在講到什麼東非什麼大峽谷等等 在背這個書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女局長就說了 馬局長應該是 那麼他說了你就不要在那兒吹了 好像誰也沒上過初衷 那麼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中國大家都知道 有一位就是初衷生特別敏感 你不提他的博士學位 不提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那麼你要提他的初衷經歷了 那麼他是非常敏感的 可是有的就是要提這個誰沒上過初衷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尷尬的 那麼另外你如果再看到他 那個背上掛著所有的這個景旗 那麼也就是說在建成的時候就連帶就送的 那所以你就看到當我們看到有些人在自我表演 把各種自我吹息的畫歌在那兒 就是廉價的送給你的 那麼我覺得這些 那麼我認為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含義